据越南外交部消息 7月17日 越南已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 同日南海还向联合国提交了反对照会 回应菲律宾6月14日提交的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越南单方面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的划界案 其相关的主张 涵盖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区域 侵犯了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 违背中越两国签署的 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和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越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我想强调的是 根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有争端不审议相关的议事规则 委员会不会审议认定越南和菲律宾的有关划界案 此类举动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突出分歧 计划矛盾 无异于争端的解决 中方将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同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南海的争议问题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也被写入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决定 十多年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国际欢迎的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 发言人能否介绍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到确立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十多年来 中国与各方携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落地生根 蓬勃发展 成为开放包容 互利互惠 合作共鸣 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 十多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亮点频频 不仅让沿线国家人想其行 物畅其流 也为当地民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中国与150多个国家 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去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19.5万亿元 增长2.8% 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6.6% 规模和占比均为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手品 开放永不止步合作面向未来 中方愿与各方守望相助 携手同心 不断推动基础设施的硬联通 提制升级 规则标准的软联通 更新换代 互学互建的新联通 深入人心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朝着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发展 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 构建更加开放包容 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的世界 昨天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在联合国就中东问题提出 中东问题发表讲话时指出 当务之急是召开一次对加沙和约旦和西安各派别 有影响力的所有外部参与者的会议 让他们携手帮助克服巴勒斯坦队伍中的分裂 请问中国对此有何评论 为了解决发业冲突的问题 中方最近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中方认为在当前形势下 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和解团结 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有利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 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加强团结 已经并将继续为此做出积极努力